好,我们刚刚提到的整个心脏病 其实并不是所谓的心脏病 是因为我们里面的冠状中间的时候 因为它会跟脾胀一样 它只会肥大,收缩有困难 所以我们现在学医里面要透过动脉跟静脉 我们如何又回收出来 从我们的心脏打出去 再透过我们所有的经脉整个要回流 所以我们遇到牙痛 还有我们的所谓的常常会下巴 台语说落一怀 或者是你的左手常常会很痛 痛到你的后背部来 甚至你会有拉肚子 甚至有的他头会很痛 有一些人他是眼睛开始就会很不舒服 很模糊很痛 那有的是在耳朵 耳朵会痛 那有的是走路的时候 脚踝好痠好痠 小腿的地方呢 他会感觉上膝盖会痛 膝盖整个呢 没有办法非常平顺 相对他的肚子里面呢 甚至很不舒服 其实这些都是在慢性的发炎 谁慢性的发炎 就是我们的续菌呢 因为我们其实大肠杆菌 葡萄究竟 我们比较多的螺旋径 其实甚至有时候他会透过牙包型的 所以有时候你的抵抗力 免疫系统不好 人们稍微打个喷嚏 他就会停留在空气 所以那你一呼一吸的时候 他就进入了 所以为什么一个简单的身体呢 所有的反应出来的 不要害怕 一定要透过正确的 我们如何将97%的这些的观念 这些的垃圾的基因种子 转为我们身心里面的 要透过第七意识 非常清楚的 以积极 以正向 以能够将我们第六意识的重源心 它自动的会去启动 会将你的种子里面的重源心 就叫出来了 所以你过去假设是在这个 贪嗔痴慢语 杀到阴望久重的人 你就会特别 在这一次心脏当中 会特别的感觉上 呼吸也不舒服了 所以这是非常好的现象 为什么 刚好你可以透过这个痛 去了解70%的精神 我们如何呢 用一颗真正的 比如说 你在这个时间 好好地透过秘义 就是我们所谓的粉身碎骨 先做一个交换 用诚心的跟心脏的忏悔 用感恩的心 跟心脏达到一个合一 所以我们用扣钟 我们将钻石的意念 在心脏里面 以去阿弥陀佛 这是最直接的 你要说话 你要去看医生 你不如最直接的 先从我们的内在里面的当中 以诚心的忏悔 酷中丸 甚至一定要正式归 归给觉悟的细胞 归给我们每一个当下的 因缘和合 所有的痛不在内不在外 是因为你有肉体的这个身的痛了 所以我们的第七意识 不会固执 了解到呢 所有的疾病 是要让我们提早 可以将我们之前 错误的饮食 对所有的纤维素 不怎么清楚 只是吃 面也是淀粉 蔬菜里面淀粉也有 但是比较少 马铃薯也是淀粉 地瓜也是淀粉 所有的饭也是淀粉 面包也是淀粉 你所有的淀粉都超过了 那这些淀粉你可以看 我们平常呢 做实验 你就可以看到 它里面全部都会结 什么 结硬块 你又没有水 所以就是说 智慧不够 又没有喜乐 所以它就越来 越形成 台语说的 adama kong kuli了 所以这时候 你会感觉上 慢慢的你的血液 就越来越浓稠了 所以你会全身不舒服 原来里面是发炎 里面是长了呢 我们俗称说的 有的是因为 细胞的不正常的真身了 所以这些的观念 你一定要先从 第一个 从我们的正确的饮食 我们如何让正确的 止化素 我们如何了解到呢 我们身心里面的热量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淀粉 也就是我们俗称的 我们通过淀粉 可以分出 所谓的蔗糖跟果糖了 所以我们假设好的 意念 好的运动 好的这些 五十奉献 它就会转为 我们身体里面 要的葡萄糖了 那这些葡萄糖 在我们的大脑里面 就是一个神经的传导 那我们清楚之后 我们就非常容易回到至深 我们下期再见